7.2强镇为花莲带来灾情 截至到今天5号为止 受损青岛的建筑物通报就有176件 不少受灾户前往收容中心 暂时安置 其中严重倾斜的天王新住户 回想起地震当下 惊险被救出 但是什么家当都没有带 又没有亲友可以投靠 至今心情还是难以平复 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 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 便说边哽咽 从长阵中死里逃生 什么家当都还没来得及带走 事发第三天 妇人心情依旧无法平复 听没有的话我无所谓了 我只有那个我的小孩的照片 7.2强镇来得突然 花莲截至5号受损青岛的 建筑物通报就有176件 其中倾斜最严重的天王新大楼 不少受灾户 只能暂时前往收容所安置 可以看到收容所里面 其实有各式的帐篷 那来到里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有床 甚至是有物资 那大家在这里收容呢 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花莲中华国小馆内总共提供 38顶格屏 让受灾户安置 另外还有食物义务 尽管生活起居暂时不成问题 但再怎么说 家说没了就没了 受灾户实在无法接受 消防队员给我救出来 就叫我走 他说不要站在这里 不要站在这里 我家里的经营手细都没拿出来 三代四代人都住 还甚至住在里面的 他们把所有的医生的钱都投在 有的人住了十多年 有的人是租客 突然没了住处 又没有亲友可以投靠 一场天灾全变了掉 还好收容中心将持续进行协助 我们希望可以在周末以前 帮詹敏找到一个可以 让他们长期居留的地方 就盼外界帮助 能够让受灾户顺利重建家园 恢复正常生活 谢谢陈琛 肖静远SNG小组 欢迎订阅报道